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常常遇到一些具有专业背景的人 要他们去做销售 好像是一个自贬身价的行为 那当然了 从我的角度 我都会去跟他们说 其实是一种人 其实销售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 你单纯的只要引导你的消费者 去做一些必要的动作就可以了 甚至于这个动作都不一定是需要 他直接付钱给你 你可能只需要他去做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你今天进一个频道 请他订阅 请他给你五颗心 请他打开小铃铛 请他留言 这些动作都可以 可是对于这些朋友来说 好像只要让他去开口 去邀请或要求别人干嘛 就会觉得有一点那个 你知道的那个 而且我也发现 只要我试图要去跟他们分享一些观念 他们总是会读我一句 那就是你以前就做销售出身的 这些事情当然对你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嘛 有鉴于他们这样子读我 我索性心一横 我直接找到一份《科学人》这个期刊 里面一位台湾的研究者 叫做张仁和教授 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篇的文章的主题叫做 行为也能改变潜意识 怎么样 够掉书包了吧 透过这个文章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你无论分享任何内容 到最后你都要邀请你的受众 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一般俗称的 call to action 在张教授的文章里面 他说到 在早期的哲学观点里 都会认为身心是二元对立的 可是这样的观点 在现代的心理学研究里 是受到挑战的 近年来有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 肢体的动作会带有心理的意涵 甚至于能够诱发潜意识的行为 比如说吧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常见的推跟拉这两个动作 就是一组具有物理和心理 双关特性的行为 而推跟拉 不仅能够影响我们的潜意识 甚至于还可以应用到心理治疗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像是推这个动作 从物理行为来看 就是让我们自己 跟某个目标的物体里 去拉出一段距离 所以就从心理意义来说 会带有那种自己不喜欢的 或者是抗拒的感受 会蕴含着回避倾向的动机 相对的 拉这个动作 是让自己跟某个目标的物体 去缩短距离 在心理的意涵上 就是会带有 喜欢或者是接受的感觉 也就蕴含着 趋近的倾向跟动机 然而这样的概念 要怎么样在心理学的实验当中展现 甚至于能够运用到心理治疗呢?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维尔斯 和拉德邦大学的林克教授 他们分别借由一系列的实验 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呢 他们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摇杆 让受试者可以进行推跟拉 这两个动作 而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这个推跟拉的动作 也会实际影响受试者 看到电脑荧幕上图片的变化 当受试者去推这个摇杆的时候 荧幕上的图片就会变小 淡出而且会远离的效果 而相反的 拉这个摇杆的时候 图片就会变大 渐入 而且越来越靠近 所以咯 推就是对应到回避 而拉对应到趋近 之后呢 他们请受试者 针对跟酒有关的 比如说酒精饮品的图片 进行推跟拉的行为测试 结果发现 那些有酒饮倾向的人 比起一般没有酒饮倾向的人 看到跟酒有关的图片的时候 拉的反应速度 会远快于推的速度 这可能是透露出 有酒饮倾向的人 对于酒的态度 是想要靠近 是想要喝一杯的 可是如果反其道而行 要求有酒饮的人 看到跟酒有关的图片的时候 他们只能推 他们只能推远 而不能拉近 这是否会让他们 对于酒产生回避 而不是靠近的动机跟行为呢 两位研究者 在后续的研究里 就招募了 有酒饮症状的患者 然后在实验当中 要求他们 看到跟酒有关的图片 只能推这个摇杆 而不能拉摇杆 看看经由短期的密集训练 大概每次15分钟 而连续进行了4天 是不是能够去降低这些受试者 对于酒的喜好 结果发现 相对于对照组 这样的训练 让有酒饮的患者产生了改变 他们看到酒饮图片的时候 拉的速度不再快于推的速度了 而在问卷调查上 也表示对于酒精的渴望程度 显著的下降 而最后 这群体验推开动作的酒饮患者 在一年之后的追踪 发现约有6成的人不再酗酒 相对的 对照组只有4成有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 只透过短暂几天的推拉训练 不仅改变了酒饮患者 对于酒精饮品的态度 而且还更实际减少了 他们饮酒的行为 那当你听到这边 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就是 凯宇 你也太会扯了吧 你开头说 为什么我们要引导消费者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销售 然后要去call to action 那到底跟这个实验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跟你说 这关系可大了 你看哦 一个很简单的推拉行为的实验 就能够让酒饮患者 有一定程度在行为上的改变 那你想想看 你无论做任何内容的分享 如果你要一刚开始 就去推销你的产品 要去纠集你的消费者 让他们付钱给你买你的产品 你如果有心理障碍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让他先去做一些小小的行为啊 按个赞啊 订阅一下啊 或者是呼吁他们 把你做的内容分享出去啊 这些动作对于你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就是相对于这些酒饮患者的 推拉行为是一样的 他并没有真实的接触到酒 你的消费者也没有真实的 要真正的掏钱给你 可是久而久之 当他试着愿意去配合 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想想看 对于他的内心 对于他的行为 会不会有实质的改变呢 长此以往 当你真的哪一天 要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你 比如说你推出一个产品 要他们用购买的行为 来给你帮助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觉得 他们是更容易更愿意的 去购买你的商品 还是觉得你很那个呢 其实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里 也有类似的佐证啊 你要一个人在未来 给你更多的支持跟帮助 你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请他先帮一个小忙 而这个小忙是无伤大雅的 这个小忙可能没有让他付出 任何额外的代价 可是只要他帮了这个小忙 他在未来付出代价 真正帮你一个相对大的忙 这时候的几率 就会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啊 请不要再误解销售了 销售从来不是要你去 卖你的面子 而是在于 你透过行为的引导 让对方一步一步的 在心中在行为上 开始对你产生认同 当然了 我必须要很负责任的说 你要去引导对方的行为 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你的内容分享 你给大家的 是不是真的让你的受众 觉得他们有被你帮助到 这也是我一路以来 分享内容的最高指导原则 一路走到现在 我对于销售 对于call to action 甚至于要你直接买我的商品 我真的没什么心理障碍 可是呢 我很清楚知道 这一切的信任 和你是否愿意 真正支持我的关键 不是在于这些心理学的技巧 而是在于 我的分享 是不是真的能够 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啊 所以呢 说到这里 你会不会也有 在销售上面的障碍呢 哪怕是call to action 要别人做一点小小的事情 让他没有付出额外的代价 却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如果你有这样的障碍 其实并不是你有什么人格的缺陷 你只是缺乏了一些必要的观念引导 还有行为的练习 那么要去突破 要去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让你的受众真的能够透过行为来支持你 那这时候我就会很直接的跟你进行销售 那就是加入我的线上课程 专专业有价 这一门课啊 从推出到现在 已经帮助了很多 想要建立个人品牌 透过内容行销的手段 这些朋友都在这一门课里 得到很大的帮助 你加入了吗 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要特别提醒你哦 我们2488的优惠 即将在6月1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就截止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请你别错过了 然而不管你会不会加入我的线上课程 我都期待透过我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无论是透过YouTube还是Podcast的收听 都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我们需要你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特别是今天提到的 专业有价这一门线上课程 我们在每一段内容的分享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再次提醒你2488的优惠 一直到6月1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就截止了 期待你的加入 也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我们再次进入 最后就跟你聊到这个不关系 客人 我们再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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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请 还有 两个月 我们再次进入